每个女生都有一个爱美的梦 才配上公主群 可今天的镜香却失手了 随着剪刀的落地 镜香一声长笑 大雄在家睡得正香 镜香就上门求救了 周日的赖床被打扰 大雄可没什么好脸色 可老妈却引出蚁人 直到摘下眼镜 才发现此人是镜香 听说镜香是来上门求救的 但他却难以启齿 直到蓝胖子说有乐于主人的小元首后 镜香才道出了秘密 原来今天镜香要在万圣节的舞会上一曲成名 所以要给大家留下最好的印象 就把刘海剪过头了 两只能觉得这算啥事 这就是他俩不懂了 这就跟让邻居杰掀起刘海看影章会 是同一个道理 至于剪等了多少刘海 镜香拿下头巾后 反正露目是没看出来 眼看镜香好套大哭要自寻短见 蓝胖子立马拿出身发喷雾 只要用这个喷雾轻轻一喷 然后再用话聊 说长长长 当镜香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 就找回了原来的长度 只要有人说长 头发就会变长 大熊一口嗨 镜香直接变成了真子 但是要刘海回来了就可以 长了再剪掉就好 大熊也是蓝胖子的知心好友 给蓝胖子也来了一发 毕竟蓝胖子可以过想当当的外号 兔头大脸怪 可头发没长出 胡须都能当神仙了 原来大熊的发音周有长 蓝胖子想恢复蒙虫脸庞 可老妈不停地呼喊大熊 蓝胖子生无可恋了 好不容易头发变长 镜香尝试了各种发型 大熊想去拯救镜香 就看到了刚见完托尼老师 归来的虎夫二人 大熊没看出变化 小夫朝酸大熊是个不懂时尚的土鳖 这话太伤人 大熊直接背后下黑手 另一面的镜香终于出门了 这么美的镜香 大熊表示爱了爱了 直接当起了镜香的护花使者 这时一个老人前来问路 镜香无意间说出了长 头发变长了 就连蓝胖子的胡须也长了 只怪生活中用到长的词语太多 这时 一旁的小麦饮料老哥一声呐喊 又有长字 镜香只能逃 可长字无处不在 等三人跑远时 镜香已成了长发公主 这时老师路过 说笑的话语中全是长长长 大熊手中的长发 以可见的速度无限生长 其了胡发二人还在此时上门寻仇 众人一口一个长 镜香终于怒了 一招就让众人闭了嘴 镜香的长发也看不到尽头 追赶的过程中 蓝胖子踩到胡须 直接被卷进了长发中 可当镜香赶到舞会时 长发却突然消失了 原来是攀雾的时效过了 女生的眼力果然不一般 一眼就看出了刘海的问题 她却觉得很可爱 再配上裙子就更可爱了 镜香的心结终于解开了 这是苦了大熊 那么小伙伴们能看出 镜香的刘海有变短吗